紅色雲梯車壓在兩輛交車上頭 在馬路上滑行 揚起一整片灰塵 場面觸目驚喜 一台摩托車過去 巨大的煞車聲 讓附近鄰居嚇了好大一跳 衝出門一看 整台車爆出火花 已經開始起火 這起可怕的意外 就發生在南投成功路三段 當時陽性駕駛 開著民間環保公司飆到的 暴廢雲梯車 前往驗車準備領牌 沒想到在下坡路段時 發現煞車是零 都沒有 因為下來就是煞車 就是卡那油剛好沒有 剛好那紅綠燈過 就直接快下來找地方撞 情棋之下駕駛選擇 自撞路數和電線桿 但仍然是撞不住 直接衝撞路旁10輛轎車 其中兩輛車還被壓著走 車子幾乎被撞爛 全部毀壞 後幾道路邊的停車 總共有不固的停車 我就願意說我沒中 來看我 好好的停在路邊 全殘被追撞 駕駛人好傻眼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報廢雲梯車 未掛牌完成就上路 究竟是煞車不靈亮火 還是有其他原因 仍然有在調查 接著走一下 離開車在頂城 南投